DTF-FIN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印製DTF膠片喔 基本上呢我們一樣打開我們的上蓋 放上我們的膠片 那我呢會使用我們紙膠袋 做四邊做固定的部分 固定好之後呢 一樣上蓋蓋起來 那我模式呢只要選擇到薄膜 這裡有個薄膜 DTF-FIN的薄膜 選擇圖檔一樣同樣圖檔拉進來 他就會傳輸到我們的機器上 那他就跟我們印黑色棉梯顛倒 我們黑色棉梯先印白色再印彩色 那DTF呢他就是先印彩色再印白色 好那基本上我們DTF膠膜已經印製完成囉 可以看到基本上印好了 我們就這樣子要來拆除 那我們就可以看一下 基本上呢印製完成之後呢 我們就去灑粉 經過我們烤箱烘烤 形成膠片之後 我們就可以燙印在我們任何布料上面囉 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今天使用我們 SC-F1030的操作過程喔 不管是白色黑色以及我們DTF膠片 都可以來用這台做印刷喔 好那如果你本身的話是微型工作者 或是你有服飾店的店面啊 甚至說你是學校單位的主任老師們 都歡迎